洗刀研磨机操作演示,对刀操作 选出与刀具相匹配的筒夹和筒夹定位圈 如洗刀指径为8毫米的私刃洗刀 则选出φ8的筒夹和私刃φ8定位圈 把洗刀插入筒夹内并伸出约大拇指宽度,锁紧筒夹螺丝 以过装心承认平行的方向,插入调刀座内 筒夹定位圈螺丝朝上对准下面定位槽往里推到底 然后根据刃口磨损的情况调节研磨量 再拨动对刀舌调节杆,将对刀舌移至合适位置 并旋转,筒夹使刀刃口抵住对刀舌 锁紧筒夹定位圈螺丝 刀具的装加完毕 筒,三刃洗刀只需将过中心承认抵住右侧对刀舌即可 筒刀尖的刃口需要不同的锋利程度 可通过适当远离或转过对刀舌来实现 研磨操作 此时需注意,根据洗刀类型直径选择不同的前斜角研磨口 二刃洗刀专用前斜角研磨口 本品独有设计 第一步,前斜角的研磨 研磨操作前,先打开电源开关 选择合适档位 根据同家定位圈上的三角提示 轻轻的插入相对应的研磨口 使洗刀轻轻接触沙轮 缓慢推进刀底,并来回轻轻旋转研磨 完成第一个前斜角研磨后,取出刀具组 重复动作依次研磨未研磨的前斜角 前斜角研磨完毕后,及时插回防尘塞 第二步,刀刃角的研磨 将刀具组根据三角提示,轻轻放入刀刃角研磨口 左右来回平行移动同家定位圈,并缓慢推进到底 同样方法,研磨所有刀刃角后,插回防尘塞 第三步,后斜角的研磨 将刀具组根据三角提示,轻轻放入后斜角研磨口 来回旋转,同家定位圈,并缓慢推进刀底 同样方法研磨所有后斜角 操作完毕,插回防尘塞 洗刀研磨已全部完成 砂轮更换及保养 首先,松开砂轮罩上的四个螺丝 向上取出砂轮罩 把扳手插入连轴器的螺丝孔内 松开砂轮固定螺丝,取下砂轮压板和砂轮 用干净的刷子清扫底座上的灰尘 再依次装回新砂轮 砂轮压板和砂轮罩并引进对应的螺丝 砂轮更换及保养完成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